欢迎来到蓝白盒还是蓝白拖 今天在个宫庙场合 大家看到在那边抢位置 推来推去的时候 觉得蛮好笑的 那到底现在是什么状况 有点一头雾水 但被形容是续命 是在抢救当中吗 CPR还是怎么样不知道 但是客观者跟侯友宜讲了一样的话 只要方法公平符合程序正义 谁证谁负都接受 所以谁可以当政也可以当富 但是方法是什么 不是全民调 也不是民主投票的初选制度 那是什么 朱立伦说 集思广义找出一个比较适当的方法 其实只要接受民调 这关就过了 但显然这个侯友宜方面 是没有办法接受的 网友就帮他想出方法 丢骰子比大小拨杯 蒙眼镜射飞镖 他已经哭手到这个程度 是因为也蛮无奈的 现在到底要怎么来做出一个胜负的游戏规则呢 侯友宜就料中话 他上次也讲过 D-Day 最后一天 Deadline 今天不回应的话 我们就比赛结束 就要又喊一次 礼拜五 如果最后一天 再没有结论的话 就不用谈了 所以火车过站不等人 听听侯友宜的说法 现在我现在通定 礼拜五要跟最后的来办 什么期限 但现在还要谈什么呢 飞加会章 手朵蛋 锡肝 朵蛋 所以大家 要会计 欺骗对 这个问题 来符合 跟您的速度看 Deadline一次又一次 现在的明天过后 又到礼拜五了 明天过后会怎么样呢 不知道 可是其实民调的数字 你们大家来看看 几个最新的数字 比方新头壳好了 直接一个翻盘惊奇的概念 这三个人 比较特别是怎么会 三个人都这么近 赖清德29.06 柯文哲29.58 侯友宜28.98 是怎么回事 仅仅跟在后面 这个单独赛卡都的情况之下 也这么近 然后再来 还有其他新头壳的民调 大选民调 这个数字 刚刚大家看到了 其实侯友宜并不见得弱势 进电视的民调里头 差距很近 柯文哲跟侯友宜 24.1跟20.3 美丽岛民调 甚至侯友宜也是第二名的 这样子的排序 所以比民调 好像也不一定 比较有民调 那再来看看 现在有民调这种趋势 赖清德正在下滑 而柯文哲 侯友宜都在上升 但差距却越来越小 有点绑麻花的概念 但赖清德 柯文哲 侯友宜都一样 高低排序是不变的吗 其实在各家民调里面 倒是不一定 那最新的是 柯文哲在公庙活动之后 还去跟郭台铭家吃饭了 就在受访 他就直接讲说 北农事件 他重提韩国瑜 当初韩国瑜 当北农总经理的时候 做得好好的 被逼退 当时在段银康 塞了很多人要给我 所以他说新潮流不倒 台湾不会好 再提北农的事件 也再提韩国瑜的目的是什么 而赖清德同样也说不好受 因为民调数字一直往下掉 他要承担的是什么 承担的是由英龙所分析的 蔡英文声望已经跌到36.5% 执政的不满意 他没有办法接 也没办法解释 再来陈建仁内阁的不满意 也达到了44% 等于是 现在最高的记录了 正式进入死亡交叉 他接任隔魁以后 还有民党支持度 也下跌到了27.1% 也就是多 对民党的仇恨值 讨厌值 当然国民党也差不多 26.5%不相上下 所以有59%的选民 不希望民党继续执政 54%选民 不希望民党赢得总统大选 在这种情况之下 还有五成二赞成蓝白河 虽然现在可能 处在一个胶着的状况当中 但现在这个局面是告诉大家 赖清德并不稳 蓝白河能不能合呢 我觉得就是 朱立伦 他现在到底是这样 因为昨天他本来不是讲说 没有什么什么 全民调什么 他们就是进入政党协商阶段 早就说过了 那到底是怎样 到底是 你们现在国民党是倾向于说 是要找一个公平的比赛规则 还是直接用桥的 我觉得要说清楚 到底是怎样 我真的看不太懂 到底你们是要跟柯P比赛 找一个方法出来比赛 还是说不要比赛 我们直接用桥的 用协调的 这种概念 就是看起来本来 朱立伦是想要用协调的 那现在扣文者不要 所以你现在又同意要用 找比赛规则吗 那其实我一个对月前就建议 这些都没有创意 我一个对月前就建议 用泥浆摔角 至少我们大家可以看一下 顺便卖门票 筹缩一下选举经费 我想应该 那个大巨蛋快启用了 就在那边直接摔角一下 搞不好爆满 所以我真的觉得 很多人都期望你们赶快 瞧出一个 能够让大家满意的结果 但是现在看起来 大家都不满意 然后听说 那个何友宇又重提了 这个所谓的 什么民主初选制 我其实 我在那边已经讲过很多次 我一直觉得民主初选制 从来没有可行的理由 更何况时间这么紧迫 怎么会去提这么奇怪的东西 那至于民调 我也不懂何友宇 到底为什么要怕 我一直认为 比民调的话 何友宇不只不会输 搞不好会赢 我一直这样认为 因为很简单 就是如果大家一般外界认为说 柯文则是比较难打 假设是这样的话 那何友宇就比较容易胜出 为什么 因为支持民进党 你就会把 你问他民调 他就会说 那我希望何友宇出来 不就是这样子而已 因为不可能排绿 对啊 就是这么简单 你没有办法排绿 而且你如果真的怕民调 选不赢的话 现在就可以了 你现在就可以选这三家 行头科 进电视 美丽岛 你也没有不公平 有一家你还是输 另外两家赢 你就选这三家就好了 然后再看柯文则要选哪几家 就是这样子而已 我是觉得 直接用民调最快 讲实在话 而且韩国瑜也来帮你加持了 卢秀燕也来帮你加持了 整个国民党现在开始动员起来 过去那一阵子 柯P那个尖酸柯薄的样子 也让很多深蓝的回归了 何友宇你到底为什么不敢赞 我不懂 难道一定要稳赢的吗 我跟你讲 如果柯P也想稳赢的 何友宇也想稳赢的 那蓝白河就注定挂 对啊 因为你合不起来嘛 大家都想稳赢 那谁 什么时候会出现两个都稳赢呢 就不可能会有这种事嘛 所以我拜托你们自己去想清楚 那至于说 这个呢 赖清德现在制度大幅下滑 我觉得这跟他本人的表现 倒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 没有什么表现 对 因为他根本就没在表现 他从柔道尾 他从开始宣布要参选到现在 除了抗中保台 他说过什么没有 什么也没讲 他就一直在重复同样的动作而已 只是因为民政党的施政越来越糟糕 执政包袱 对啊 越来这种乱七八糟的事情 越来越多 让大家非常讨厌 最近郑文燦跟赵天理又帮了他一把 所以让他继续往下掉 所以我个人认为 赖清德大概就是这样 你说再出各种事件 他大概就是在百分之三几 民调就是停在那个地方了 我认为他再掉也掉到哪里去 问题是你蓝白到底能不能合 这才是最后的关键 现在柯文哲跟侯宇的状况是这样 你早上去看他们去葫芦寺的那个互动 就知道关系有没有 尴尬 就是确实不好 那对 导播放这个画面 他们连坐在一起都不愿意 侯希望跟他坐在一起 黄绿群拜托柯文哲过来 柯文哲就不买 但他宁可跟郭台铭坐在一起 你要秀出他的政治 是换巴士怎么换 前后我是搞不清楚 其实没有可能 他们坐下来换巴士 但是他们坐下来之前 前面那个地上的贴纸 已经改贴了五六次了 所以郭伴的人就抗议就是 郭没有办法站到很中间 其实很简单 现场其实除了 公庙的董事长之外 就现任市长最大 他已经让到旁边去了 对 台北市长 蒋万恩他让给侯友宜 侯友宜就变主位 所以在董事长的右边是侯友宜 左边是郭台铭 然后再来才是蒋万恩跟柯文哲 那是这样子 因为这段期间 蓝白河的新闻已经谈了这么久 他有利有弊 我先讲对蓝银来讲 对白银来讲 有利的部分就是边缘化的赖清德 赖清德的民调很明显 我们这边看到的美丽岛电子报 因为每个民调趋势都一样 这美丽岛更明显 不要说我只讲美丽岛 每一个民调我都看 那美丽岛电子报 你看它最高的是在八月 很清楚对不对 四十几% 那请问八月什么事 很简单 因为八月初赖清德去了美国 访美之后回来 直接一飞冲天冲到43% 但此后一路往下滑 八月28号的时候 郭台银宣布参选总统 版面是郭台银的 9月14号宣布副手赖佩霞 又是他们两个的 然后到了9月底10月初的时候 柯文哲抛出内阁制 然后蓝白河 有没有他跟那个黄山安讲说 我们是2024年是内阁元年 我们要往内阁制推动 然后他抛出了一个叫做 比民调输得退 开启长达一个月的蓝白河议题 每一个节目 我们节目每天都谈 那有人在讲赖清德吗 讲到民进党的时候就是 绯闻吗 或是其他有的没有的 这些不好的事情吗 所以他当然往下滑 可是现在也才11月啊 接下来赖清德他 你说访美是他最高点 好那很简单 前两天他接受 李世端专访的时候也讲了 你可以这么说 就是priority最高的可能 就是肖美琴 当他宣布 如果跟肖美琴宣布要 搭档的时候 他也是有机会 可能会上去的 那他这几天讲空 那个事情 或者解读也很简单 因为他发现蓝白河这个话题 虽然好像没组成啊 可是每天都是这个话题的时候 他被边缘化了 所以他就直接呛你们两个吧 你们合也合不成啊 空啊 合得成也赢不了我啦 空啊 所以他怕自己拉进战场来 这样子上版面 对 打泥巴掌 不要少我一个 你也不要以为他是 公公都对人去背貌 他也在看 所以应该是这样子 赖清德显然他的民调有下滑 因为他的新闻被排挤了 可是蓝白这样子一路堆叠 到最后两个人 侯科最后没有配成以后 各自的选民会失望 会冤队 还会互相吵架 可能事后他们两个也会往下滑 所以这个变化 朱立伦讲到愤怒期了 对 到时候变成是蓝的讨厌白的 白的又恨蓝的 那到时候两边一削弱 而且坚持选到底以后 那还不是赖清德赢 所以看起来 是在抢救当中 这个daylight又带daylight的明天过后 郭泰哥 我说实话 我看赖清德 我发觉他并没有很大的能力 他治理台南这一些东西 他很多 就像刚刚讲的 他什么民主大联盟这个问题 我是认为他的能力到最后 就像我讲吴志洋会书一样 他没有能力承担民进党执政的 的包袱 你知道吗 其实我一直在看 这个蓝白盒的问题 我认为柯文哲被设计 本来很多蓝的人 认为说侯友宜不行 一直有想要投柯文哲 他现在用这个 像侯友宜一直讲说 我可以当副的 怎么这样谈谈谈 我去发觉说 变成蓝的人 柯文哲那种态度 他那个 反而激怒了申蓝选民 他讲话的那些 那个口气 真的我认为是激怒了 他当总统就给人家感觉上 他好像没有那个品 你知道吗 他讲话那个尖酸刻薄的样子 所以说今年四个人要选 我真的不知道选谁 到现在为什么真的不知道选谁 我真的是认为说 赖金德他没有能力去承担 那个民进党执政的不好 就像现在台南他发生问题 他离开台南多久 你看台南发生那么的问题 尤其那个卢渣案 我真的很害怕 卢渣案就是说 民进党常常讲说 我本土本土 本土你是要规划 对这个长眼地方的长眼的建设 爱乡爱土不是吗 他现在变成不是 破坏土地 对 他你那个卢渣下去 破坏台南市整个 就现在民进党的整个 就他一直讲本土怎么本土 像你的光电 你光电现在价格比人家贵很多 二十年来 你会让我们的子孙 再留子孙 那二十年后 这些光电的问题 你怎么去处理 现在民进党有在规划吗 没有 真的他不知道什么 我不知道他什么叫本土 就像我现在讲到 很多台北市民 对那个黄大洲在怀念 但是他嫌疾并没有赢 他嫌疾输 输得蛮惨的 对啊 但是现在你知道 现在台北市几个市长 现在算在起来 谁在作事 就黄大洲在作事 全面开工那个时候 就现在民进党 以前一直百姓认为说 民进党是台湾的本土政党 现在这个十六年下来发解说 民进党根本没有为台湾人民 在作事 所以我认为赖兴德 他无认为他翻不起来 我的看法是讲他翻不起来 因为他没有能力去排掉 这些障碍 到现在为止他都没有 你看那么久了 虽然他的民调一直在高 但民调我不认为有效 他只能坐等对手分裂 各位TV新闻大话的好朋友 在我们节目画面右下方 可以看到这个QR Code 只要拿起手机 对准QR Code扫描下载 就可以跟我们一起 掌握最新的消息 跟我们一起发挥监督力量 更多讨论的话题 马上回来请锁定哦 对准QR Code扫描下载